墨西哥北部下加利福尼亚州 在4号发生了规模7.2的强症 首府灾情最为严重 水电以及电信受损中断 美墨边境开放之后 墨西加利联络处的慈激志工 立刻进入了墨西哥中西部灾区进行勘灾 美国总会志工也动员南下勘灾 同时进入重灾区进行扫行发放 共发出了将近53公升的瓶装水 还有15箱的香肌面 以及7箱的香肌饭 还有环保毛毯 比较令人欣慰的是 这次的灾情没有预期当中来得严重 而地震之后的第一时间 居民也得到了慈激志工 所提供的最及时的帮助 Delta是这次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距离本镇8公里的地方 就有一个地热发电厂 地震过后 发电厂的冷却用水溢出 水淹满沉 这些冷却用水 由于受到硫磺的污染 而呈现浑浊的橘色 讽刺的是 尽管淹水的情形如此的严重 但是由于自来水系统 也遭到地震的破坏 目前在涵盖了五个城镇的受灾地区 干净的用水是极度的缺乏 像Rosas这样 因为失去家园而住在车上或是帐篷里的受灾民众 在Delta就有3200余人 前来看灾的慈激志工当机立断 当天就进行了小型的发放 也决定了下一步的救灾行动 结束一天的看灾行程 志工们的脚步沉重 心情却轻快 令人欣慰的是 灾情没有预期的严重 而很快的灾民们也将得到 他们所需要的帮助 大爱新闻 监多文章跟贵在墨西哥的采访报道